過去週末,蒙面的暴徒繼續到處破壞工物和商店、縱火、堵路、襲擊市民 更在運作中的港鐵站裡頭襲、汽油彈等等 他們明顯的目標包括屬於建制派的議員辦事處和服務點 據我知識,單單以民建聯和工聯會這兩個政黨就有超過150個辦事處受到破壞 此外,京民聯、新聞黨、甚至鄉議局以及個別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差不多都無一行免 這些破壞嚴重影響了議員的工作和他們為地區居民提供的服務 亦都為未來的區議會選舉蒙上了陰影 這種針對某一個政治立場的議員的襲擊 恐怕不是隨機發洩或者是所謂的報復 因為選舉是在職,相信可能是有一些政治目的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社交際公司 全部整組收拾了 有 Nico contacted